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邓魏资源大升级 新剧阵容无比强大,爱奇艺全网独播,期待值很高。 好像自从长相思播完之后,邓魏整个人的人气就上升了,不仅拿下了很多商务资源。 而且他的影视剧资源也实现了大升级,直接从男3号就升级到了男主角。 新作品还是根据晋江文学成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戏,这部古装戏的评级至少应该也是S级起步吧。 之前还转世白竞平领衔主演,没有想到最后花落邓魏,如果他能够抓住这个好机会,那么接下来爆红也是指日可待了。 目前,由尹涛导演指导的古装电视剧作品《仙台有数》已经首度关宣了全演员阵容。 爱奇艺全网独播,而且这部戏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,当真是很令人期待。 尹涛手上还是有几部代表性的作品的,比如说《大唐荣耀》、《锦衣之下》、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,跟任嘉伦曾经三度合作。 虽然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后面下架了,但是当年的播放量也是很猛的,如果没有那么快下架,也会成为当年的一部爆款作品。 毕竟当年的《仙侠剧》还没有《现在这么泛滥》,《杨子和任嘉伦》当时名气虽然没那么强,但是《稀粉指数》可是很厉害的。 而现在的这一部《仙台有数选择》的男主角是很有希望成为爆红演员的邓卫同学。 在电视剧《长相思》里面饰演的涂山景是女主角的官配,性格温柔,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欢。 新剧当中,邓卫的造型仍然是翩翩公子,还是很帅气。 她的面具造型和吸血鬼造型都好帅。 这一次的女主角像韩之还是挺意外的,能够get到的观众觉得是那种大气而又舒服的长相,还是挺有气质的。 但是get不到的时候,某些角度甚至还有些别扭,截图截不好显得非常不适合古装。 像韩之好像还是第一次独挑古装剧中的女主,不知道能不能hold住。 其实还蛮耐看。 不过这次的配角阵容还是挺强大的。 张瑞算是新环珠格格走来的一个老演员了,不仅五官帅气,而且古人的仪态特别在线。 最重要的是她的演技也非常好,台词功底更是没得说。 大唐荣耀出来的曹玉晨参演了这部戏,在大唐荣耀当中,她饰演的是任嘉伦手下的一个,是魏风生衣。 微风凛凛,也自己主演过小网剧,虽然名气并不是那么高,但是演技还可以。 还能认得出来吗? 同样从大唐荣耀出来的,还有另外一位小美女,在大唐荣耀当中饰演的是公主,任嘉伦的妹妹。 这一次不知道饰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?不过张维娜的颜值还是不错的,这么多年也没有变了很多。 另外,实力派演员赵紫棋和中华也参演了这部戏,这两个人我想大家都不陌生。 一个是来自欢瑞的老演员,另外的一个是来自长风度当中男主角的母亲,演技都很不错。 如此看来,仙台有数当中的演员熟面孔可真的是很多,而且男主男配都非常帅气。 女主女配也不错,大家觉得有没有希望成为爆款呢? 对了,最后要提到一下我们剧中的小美女艾米,她也是很有潜力的一个00后,仅仅十几岁就有了很多代表作品。 参演过好多好多古装剧,在未有暗相来,云之雨,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等多部剧中都有精彩的表现,厉害了。 仙台有数的阵容还蛮强大的。 是一个好资源。 只不过不在稀奇的的师徒恋,还能受到网友的青睐吗? 我们拭目以待。